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金融战法 我是Tofi 大家好 我是孟哲老师 大家有没有觉得好久不见啊 真的 我去哪里了 我就成为新人类了 终于轮到我了 现在确诊非常非常严重 也祝Tofi身体健康 没错 我也希望老师跟这个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都可以不要确诊好不好 那首先开始我们今天主题之前 一定要先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追踪我们洪老师的频道哦 追踪我们的频道哦 好 我要问老师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想很想很想赚大钱 那我们老师是这个股票高手 对不对 所以想当然要问老师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在股票赚大钱呢 要在股票里面赚钱其实 有很多种方法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怎么去选择对的股票 然后呢你要有耐心去抱到一个 很大一个波段上来哦 所以我在操作上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 老师是用金流战法去挑选股票 那其实我在挑选股票的时候 我也会哦去看这个整个产业的状况 因为技术面呢它是反应的很快 但是呢你要让它涨一个大波段 或是你要赚到很大的幅度啊 基本面才是最终最终的易轨 但是因为我们利用技术面 可以提早领先知道 哪一些产业哦 它真的出现一些改变了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叫做 台股未来的明日之星嘛 对不对 就是从这些资金的流向当中去看到 哪一些股票有人 已经偷偷的在做布局 那这些布局的这些股票里面 它到底藏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做解答 我们要有薄乐的眼瓜 对 要去找到未来的机会哦 那我在操作方面 我也送大家一句话啦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名惊人天下之 那什么叫万丈高楼平地起 私心话意的感觉哦 很古中国风对不对 那万丈高楼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假设我要去盖一间101 那我一定是从地基 开始去建立起来对不对 你不可能从顶楼开始做往下做 对啊 不可能 你一定是从地基的地方 开始就往上赶 没错 所以你在做股票也是一样 你要从这些底部的标的里面 去挑到未来的一个机会 哦 这样你的风险呢最小 可是你的获利呢 会是最大的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哦 那等到呢 这个101真的建起来了 一名惊人天下之 让大家都知道了 每一个人呢 都会来抢你的股票 啊你自然就赚钱了 哦 这就是股票市场上面 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名惊人天下之 所以呢运用这个法则 再搭配我们上次跟大家聊 叫Peter Lynch 对 Peter Lynch他 他是这个传奇经理人嘛 是 哇连续13年都拿到全球 绩效的冠军 也是老师的偶像 对我的偶像 真的超级偶像 那他在做这个 他在挑选股票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他一定做分类 我那时候一开始 就跟大家聊过嘛 他一定做分类 分类完了之后 再去找 哎你要去选择什么样的标的 来去做一个切入 来去做一个布局 那Peter Lynch呢 跟TOFI最喜欢的股票 都是哪一种的 快速成长股 对高速成长股 那做这种高速成长股 难的地方在于哪里 就是你现在看不到 对 你现在跟你讲说 哦什么什么产业 现在未来会高速成长 可是你现在看他的财报啊 什么什么 你都看不出来 但是等到这个事情 一旦爆发的时候 哦那个股价 就已经来到天上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最难的地方 可是也是获利哦 最好的一块哦 那我说台湾真的很好 就是我们台股啊 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一些个股 只是现在大家还不晓得 但是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呢 可能哎媒体啊 新闻开始爆章杂志开始讲 这些股价都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不要看衰台湾哦 那我们在挑选这些高速成长股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原则 啊这两个原则你们要把它记起来 笔记笔记 对在这边哦 一个就是说它有新的技术 哦这个新的技术 新的市场嘛 以前没有 但是未来会很多 哎大家会使用量很大的 比如像以前iPhone啊 以前大家都没有嘛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会有了 人手一机 人手一机的时候 哇这个整个智慧型手机的市场 就整个爆发起来了 没错 那另外呢第二种就是基期很低 也就是说去年表现的很差 可是我今年呢它会很好 比如像说假设我们这个卫生纸好了 嗯 卫生纸呢可能在疫情之前 大家用的很少 嗯 可是疫情当中呢 因为大家感冒 每天都在家 要醒PD 真的用量很凶 用量很凶对不对 那卫生纸用量起来了 啊是不是去年基期很低 今年呢哎用量大了 嗯 成长性就会高了 对 所以基本上哦 会快速成长的产业 通常就不拖这两种啦 一个是有新的市场 一个是基期很低啊 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尽量以新市场的 或新的技术的方向为主哦 好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挑选的 三个很重要 我认为未来哦 是会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产业 仔细听好咯 真的哦 第一个叫做 无人驾驶的技术 嗯 这个我相信在上一次的这个 啊 一样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聊过嘛 其实在美国旧金山 他们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对 开始在商转了 那这种无人驾驶技术呢 你不用人开车 哎你只要手机按一按啊 然后叫一台车车就来了 对 然后你就上车 然后你到目的地之后呢 他自己就开走了 去接下一个课了 你看这种车子多方便啊 真的 对啊而且不用司机的话 你想想看哦 那个成本是不是就荡下来了 嗯 所以呢未来的无人驾驶技术 是一个很重要的啊 未来的一个很重要 一定会成为主流的一个方向哦 那目前大家都在努力 而且有非常多的厂商 已经做出非常好的一个 自驾车的一个体验出来了 美国开始在做事情 当然台湾未来也会怎样 跟上跟上 跟上 未来就会跟上来了 那另外一种呢叫做电动车 那其实这两个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哦 因为呢我们现在讲求环保 哎包括废气啊或者是 油价又很贵对不对 现在加油真的超贵的 所以呢 这些呃 当油价开始高涨的时候 哎大家会找替代能源 电动车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替代能源哦 那电动车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他要充电 充电时间很长 可是如果你跟无人车 自驾车两个结合在一起呢 假设你今天叫了一台车来 对不对 电动车OK你上车了 哦你到达目的地下车 那他就自己开去干嘛 充电 对自己去充电 所以呢这个就会解决掉 哎电动车 他的那个充电上面 时间过长的一个问题哦 所以当这两块技术开始去做结合 哎台湾哦 其实也吃得到哦 而且台湾的电动车非常非常的强 哇 真的非常的强 你有没有听过特斯拉 有 特斯拉的车子 90%的零组件 都是由台湾所生产的 哇 那你就知道说 台湾要发展电动车 其实是怎样 非常容易的 真的 真的非常容易 那这时候呢 就有一家很大家的 很大建立一家公司跳出来了 哎 鸿海集团跳出来做整合 那鸿海集团呢 做了一个叫做MIH的电动车大联盟 嗯 那这里面呢 就把台湾所有做电动车的零组件 大家集合在一起 运用了鸿海的平台 来去做设计车子 那你设计完车子之后 挂上你的品牌 马上就可以销售了 那去年已经发表出来的第一款车 那一款车呢 是由鸿海跟所谓的玉龙 玉龙汽车大家很熟嘛 台湾的这个汽车品牌之一嘛 那这两家公司做结合之后呢 开发出Model C这一款车子 那这个就是 刘董事长 鸿海集团的董事长 那去年发表之后 今年十月份 开始要去做预购了 哇 太期待了 对真的 十月如果开始做预购啊 你想想看哦 一开始给你的量一定非常少 对 可能只有一千台两千台 限量限量 限量发行 那你一发行 马上是不是大家就抢 对 而抢完之后呢 接下来 没抢到的人呢 就会开始去找嘛 哦这台车性能怎么样啊 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这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开箱文 对 开箱文一出来 对不对 大家就来讲说 原来这台Model C啊 超值啊 超便宜 又内装舒适 又比特斯拉还要好 哦那你想想看 这个会不会热买 一定会 肯定热买 肯定热买吧 对不对 那现在你有没有发 你有没有看到 哎还有没有 还发售了没有 还没 那未来发售是不是 就会怎样 爆炸性的成长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 所谓的高速成长型的产业 是你现在还没 还不知道哦 可是未来怎样 它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里面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玉龙 玉龙它是 因为这台车 未来会挂纳士捷的品牌嘛 那玉龙汽车呢 跟鸿海合作 又在他这边做组装 那这一块大饼 其实玉龙 玉龙就吃得到了 那以前 玉龙汽车发展 这个 燃油车的时候 失败很多次啊 为什么会失败 最核心的技术 我们没有嘛 引擎这种东西 不要小看它哦 在引擎这个技术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累积 你才有办法做得出 一颗引擎 可是当你做出来之后 别人已经怎样 已经进入到油电混合啊 进入到闪油的时代 下一个阶段了 对那你就一直在做追赶 你当然追不上啊 可是电动车不一样 我们电动车自己就很厉害 对 终于领先了 终于可以领先 直接把市占率打下了 所以玉龙跟鸿海合作 里面呢包括美其马 美其马就是做电池材料的部分 康普也是做电池材料 胡莲呢它就是做这个所谓的连接器的 那它这家公司哦 有专门是在做车子用的连接器 那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专利哦 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专利哦 那另一端它就是做所谓的 资讯的这个管理跟它的那个 防毒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东西啊 未来就在自驾车上面就很需要了 嗯 为什么它自驾车很需要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啊 自驾车的网路被害 嗯 糟糕了 要开去哪里 就把你载去哪里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种资讯安全的商品 未来也会越来越重要 真的耶 对所以这些 这些都是未来在所谓的电动车 跟自驾车当中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哦 那我讲这些标的 有一些我们已经有买 但是有一些我还在观察 嗯 那你们看官们就自行去做一个选择 评估评估 对 盈亏自负啦 哈哈 投资有赚有赔 对对对 OK 那我们既然电动车很好 那接下来有一些零组件 我们要去做留意啊 嗯 那这个零组件呢 其中半导体方面 台湾也是强项 对 那 汽车跟所谓的手机不太一样嘛 嗯 比如像说Tofi开车的时候 你车子是停在外面 风吹日晒雨淋 对不对 对 但是你会把你的手机丢在外面 让它放吹日晒雨淋 除非我想换手机 好的 在你换手机之前是不可能 对对对 那所以呢 车子呢它面对的环境 是比较苛刻的 对 它必须要面对非常多的这种 比如像说极寒啊 或者是极热的一个气候 嗯 车子在沙漠也要能开啊 对 在北极也要能开啊 所以呢 它 它里面的零组件啊 如果用过去的产品 它会很容易坏掉 对 它会非常容易坏掉 所以现在呢 大家就开始去研究 哎 以前有一些东西很好啊 只是 很少人做得出来 那个叫做第三类半导体的技术 哦 其中有一个叫做碳化系哦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矽晶圆里面 再加入碳元素 那加入碳元素之后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坚硬哦 那这个更加坚硬的时候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 比较耐用高频高热 耐高温的一个状况哦 所以呢 碳化系的技术未来会成为 整个这个车用电子当中 必要的一个技术哦 那个成长的速度会很快哦 所以台湾呢 现在已经一直积极的在发展这一块哦 那只是这个市场现在还很小 那大家还不晓得 但是未来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当它开始在扩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留意啊 哎 哪一些机哪一些个股有机会 比方说 这个佳金和雷 这两家是同一个集团的公司哦 他们就是做所谓的这个 第三类半导体当中的领导者哦 就是做所谓的这些 啊 啊烫化系烫化家的一个领导者哦 那太极呢 他是做这个 所以这个烫化系里面的一个掌精技术哦 这个晶圆 这个细晶圆的部分哦 他是成 他是我们称之为长出来的哦 他不是 他不是那个啊 就是做出来的 他是在一个笼子里面 慢慢的哦 让他浮出来浮出来 浮出来变成一个 一个细晶圆的一个样子哦 所以呢 这个太极跟广运 他们是同一个集团 他们就是做所谓的 碳化系非常非常 掌精设备里面 非常领导的一个厂商哦 哦 那这个掌精设备呢 因为他们有同一家子公司 叫做圣星啊 圣星半导体 圣星材料 那未来呢 哎这个圣星也可能挂牌 所以对他们两家公司来讲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哦 嗯 那月峰跟金材呢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啊 另外一种叫做 氮化加技术的一个 主要领导厂商 那金材呢 就是做所谓的 碳化系的封装的一个 主要领导厂商 所以这些都是所谓 第三类半导体 也就是说 电动车 会用到第三类半导体 第三类半导体里面 的主要的 这些供应商 就是在这边 你会发现到 哇这些股票其实 今天表现的也都还不错哦 哇这个蛮多的耶 对都 所以其实这个题材性也是蛮 蛮 大家蛮接受度蛮高的 OK 好除了我刚刚聊的 电动车 还有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的技术 对 其实台湾最强最强的 还是在这个 传统的这些半导体的 这些生产技术里面 那这个系的生产技术里面呢 其实 台湾的台积电 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的 那日本呢 有一家非常大的一个报社 叫做日经产业新屋 是 那他来台湾采访 他来台湾采访的时候 他偷偷的不讲话 然后呢 就绕了台湾一圈 然后去去找这个 台湾 哎现在哪一些厂房正在建 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去搜集 发现到 哇原来台湾有20座的半导体厂 正在盖 你知道吧 20几座 20座哦 那里面呢 16座都是台积电的 哦那 那这个台积电 他要做的 他也不是那种很早的一个技术 他全部都是最先进的 最先进的 包括5奈米 3奈米 跟2奈米的一个技术哦 所以未来台积电这些产能 一旦建起来之后 哦好恐怖哦 那个营收啊 获利真的会呈现一个超级爆发性的成长 嗯 那日本人呢 称这次为人类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奇迹 哇 这么高的评价 对这么高的评价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害怕经济衰退 对 然后每个人都可能就是不愿意再投资了 可是台湾呢 一口气光这16座金元厂 哎 一座金元厂花不少钱呢 嗯 这16座花了4兆台币 哇 4兆台币的多少的金额呢 等于台湾哦 两年的总预算额度 哇 比如说全台湾哦 两年的税收全部都丢在这边 哈哈 两年的税收全部都丢进来 太猛了 所以你就知道 哇这个背后的商机有多强 嗯 那因此呢 当你知道说我这个地方都一直在做建设 哎 我们又要去了解啊 相关的厂商是不是也可以分到一倍更 对 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去找了 包括刘德映董事长都讲了一句话 未来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半导体啊 黄金十年 这十年之内呢 你不用担心 嗯 那相关的供应链 他会持续的去做扩厂 那我自己在跟大家谈哦 我们在找股票的时候啊 尤其是半导体 我会去找上游的 比如像说材料 设备跟这些所谓的 一些IPC制裁的部分 为什么要找上游 嗯 因为下游 它比较简单 竞争能 就是进入门槛比较低 可是上游呢 哎 因为呢 台积电在扶植本土化的厂商 那再加上说 我光四兆元的订单给给你丢进来 你想想看 我是不是 有 就未来这三年之内 都不用害怕没有订单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厂商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聊过的 三幅化声音上品 哎 这个都是属于材料的部分 那训德金鼎凡轩呢 哎 这个就是属于设备的部分 那训德 他主要是做 哎 台积电的这个 自动化的这个 光照盒的储存的一个厂商 也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晶片啊 晶片他在生产制造的时候 他不是靠人去搬运的 你有看过那个很多影片吗 上面一只手拿 然后就撞到一个盒子里面 对不对 那你装到盒子里面之后呢 他就会上去到天车 然后开始跑 对不对 那跑呢 他再下来 他要找地方去做厨房啊 嗯 去做储存啊 那就是靠 迅德的这个所谓的 呃 储存的一个技术在里面 哦 那以前没有 但是呢 因为台积电要自动化 所以未来呢 他会扩到全世界的厂 全部都会用这套系统 都是环环相扣的 对 那你就想想看这个商机 真的非常非常恐怖 那金鼎 也是主要做设备的 那他主要是帮 应用材料做代工 帆轩做EUV机台的 现在最夯的一个机台 哦很多的 那个以前的那种 极紫外光显影 显影设备就是由他们做 星云就是再生设备哦 再生制造的这个 那个晶圆 晶圆 晶圆重新坏掉了 给它重新再磨一磨 又可以再重新用的 哦 那日洋 我就称他为吹风机厂商 哦 开玩笑了 就是真空机 哦 就是他他里面必须要五层 然后 所有的制程都要真空状态 所以日洋就是做这个 河村呢 他是主要做机械手臂的 那不用讲台积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龙头啦 所以呢 所以呢 未来这些所谓的半导体设备啊 他包括那个材料啊 都会跟着台积电一起去成长 一起茁壮起来 嗯 所以这就是啊 整个未来我觉得台湾哦 一些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做 留意的一个机会 哦 好 所以非常感谢就是洪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所以要在股票赚大钱的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 博乐的眼光 对 要找得到机会 对 我们要找到这个黑马 对 对 要找到黑马 养谢洪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 雪亮的眼睛看到的这些机会 所以大家都笔记起来了吗 也要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股票呢 闯出一片天 那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追踪洪老师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round nos we集 sob ho cu 灵魂 呆 。